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香港出生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李振成 在美国被控非法保留高度机密资料而被捕 本周二他首度出庭 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联邦法院提堂 提堂经历了数十分钟 法官随即下令还押 等候下月19日 预审时在出庭 听证会后 李的律师爱德华马克马虹对记者说 李先生不是中国间谍 并指他是忠贞爱国的美国人 目前美国当局还没有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 李的律师在听证会上要求法官准许李振成保释 称他不会逃跑 也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危险 但检方律师表示 不应准许李振成保释 因为他是香港永久居民 有可能弃保前逃回香港 53岁的李振成先前在中情局工作13年 涉嫌向中国提供情报 让中国瓦解中情局在华的间谍网络 不过他没有被起诉间谍罪 而是被控非法持有国防信息 假如罪名成立 他将被判处长达10年的监禁 以上是柳辰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德国前副总理就任纽约瓷航基金会CEO 给海航注射一记强心针 新闻时事报其量为您播报新闻 2017年12月14日 中国海航集团在纽约发起的瓷航工艺基金会 迎来一位重量级掌舵人 路透社当天发布报道称 德国前副总理菲利普罗斯勒尔 将出任纽约瓷航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并按照该基金会的使命和愿景 领导该组织的发展 为社会和人类带来更多福祉 海外分析人士则称 近期内成为众目关注和质疑焦点的海航 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注射强心针 稳住脚跟 财经播报报道说 这一慈善领域的重磅事件 令纽约瓷航基金会 聚焦了无数全球关注的目光 这一组织究竟适合来头 它又将为全球公益慈善事业 创造怎样的价值 财经播报说 据了解 纽约瓷航公益基金会 由位列财富世界500强 第170位的中国民营企业 海航集团发起 占有海航集团29.5%的股权 该基金会于2016年12月7日 在纽约依法注册为非盈利性慈善机构 并于2017年9月 在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 慈善局完成注册 财经播报称 邀请到罗斯勒尔这样在全球政商界地位 举足亲众的专业人士 可见基金会未来生根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决心 海航集团创始人所从事的慈善事业 是一项可持续的 有影响力的事业 我们也十分期待 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其他组织 国家进行友好合作 菲利普·罗斯勒尔这样说 不难看出 对于改变全球弱势群体生活现状的热切盼望 和对海航集团创始人慈善理念的高度认同 是这位风云人物 选择加入纽约慈航基金会的原因所在 财经播报援引分析人士称 达成这样颇为难得的合作 证明中国企业发起的基金会 其慈善理念与发展模式 在国际社会上能够得到认同 中国在世界各个领域 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根据德国商报采访报道 在此次强强联合后 纽约慈航基金会的发展路径更加清晰 未来五年捐赠二亿美元用于慈善事业 其中包括前期承诺捐赠给哈佛 MIT及加略山医院的三千万美元上款 罗斯勒尔表示 基金会以教育、医疗和创业为三大核心 同时特别致力于难民保护工作 可以说不仅是弱势群体 全世界人民均将因此而受益 海航集团创始人之一 纽约慈航公益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谭向东表示 罗斯勒尔就任纽约慈航公益基金会CEO 对于海航集团创始人 通过有意义、有影响的慈善事业 为全人类带来福祉的愿景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是海航集团创始人 实现慈善初心的关键一步 与此同时 依托于罗斯勒尔的专业资源与影响力 纽约慈航公益基金会 也将拓展更多的合作渠道 计划发出支持教育、创业和医疗事业的全球倡议 并为扶贫、难民辅助和其他重要慈善事业 带来持久的影响力 财经播报援引分析人士称 德国前副总理加入中国企业海航集团在纽约发起的基金会 开创了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公益慈善事业新的历史征程 是中国企业在国际慈善舞台迈出重要一步的历史缩影 据查罗斯勒尔出生于1973年2月24日 今年45岁 他出生在南越沁兴市 位于今天越南南部的硕庄省 其父母均死于越战战火之中 所以罗斯勒尔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姓氏 也没有越南名字 九个月大时 他被一对德国夫妇在西贡的一所天主教孤儿院领养 到西德与养父母及他们的两个亲生女儿定居 养父母与其四岁时离婚 他由养父抚养长大 其养父后来成为德国联邦空军的战机教练 曾分别在汉堡、比克堡与汉德威居住 1992年罗斯勒尔与汉德威的路德学校高中毕业 同年他成为联邦国防军后补军医官 并进入汉德威医学院主修医学 2009年 他担任德国夏萨克森州经济劳动与交通代理部长 同年9月 他进入默克尔总理的第二届内阁 担任德国联邦卫生部部长 2011年至2013年 担任德国自民党主席 担任联邦卫生部长的罗斯勒尔 试图使雇主的缴纳费用 从原来依健康保险账户收入决定 改成其一化 他长期的政策目标 就是不依据收入水平决定健康保险账户 缴纳金额 使得一些低收入者 无法缴纳健保费的状况得以舒缓 这样的政策方向 有违自民党的方向 因此饱受批评 自民党在2013年联邦大选中惨败后 罗斯勒尔卸任党内领导职务 2014年2月 罗斯勒尔成为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之一 主要负责打理与各国政府的关系 曾担任德国内阁高官的 罗斯勒尔转投海航集团 非常引人注目 德国之声报道称 罗斯勒尔的新东家海航集团 最近引发了不少争议 年营业额高达300亿美元的海航 是中国规模最大企业之一 也是中资企业近年来海外扩张的主力军 据统计 在过去的两年里 海航签署的交易额超过500亿美元 持有德意志银行近10%的股权 除此之外海航集团还是 希尔顿酒店集团的投资人 曾有消息称 该集团也将目光转向了安联集团 并且在探讨收购其少数股权 外界以对航空和旅游为主业的 海航集团的产权结构和融资渠道 颇多质疑 报告该集团如何筹集 并购所需的巨额资金 其背后主导者究竟是谁等等 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 从年初以来不断通过网络爆料 海航集团是其中主要对象之一 郭文贵声称 前中共高层王岐山家人及其代理人 持有海航大量股份 涉嫌贪腐 今年6月份 中国媒体又传出消息称 中国银监会要求各家银行排查 包括海航集团在内的 多家企业的受信及风险分析 外界普遍认为 这意味着海航等集团 从中国国内银行巨额贷款 在海外进行收购的模式 被官方叫停 此外 美国银行也因为对于海航股权 不透明等等问题的担心 而决定暂停对海航的合作 海航收购德意志银行的交易 也引起了欧洲央行的关注 针对郭文贵的爆料 海航集团强调 其股权结构的形成过程 合法合规 没有任何中国官员及其亲属持有股份 海航集团的股东 将陆续把股权捐赠给公益基金会 其中就包括 罗斯勒尔即将加盟的 慈航公益基金会 这也是该基金会 目前成为海航最大股东的由来 而慈航基金会所掌握的29%的海航股份 全部来自一个据称名为冠军的神秘人物 根据海航首席执行官谭向东 对金融时报的说法 冠军并非这些股份的所有人 只是代我们持有这些股份 以上是新闻时事报 齐亮为您播报的新闻 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书店创办人林荣基 近日接受德国之声专访表示 已经着手在台湾开书店 过年后就会抵达台湾找适合的店面 经营模式会延续铜锣湾书店的精神 如果经营顺利并条件许可 下一步就会回到香港再开书店 铜锣湾书店因贩售中国禁书 在2015年下半年开始 书店相关人士都陆续失踪 包括店长林荣基 股东桂敏海 李波及多位员工在内 有些人甚至在其他国家 遭中国当局直接带走 因而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林荣基现在过着退休生活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阅读跟写作 他表示书店一样会卖中共禁书 主要会服务台湾当地读者或游客 如果中国读者有需求 仍然会尽力寄书本给他们 另外他也会继续参加民主活动 希望能为香港民主出一份力 新闻时事报整理报道 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时事报 我是陈凯霆 美国总统川普的移民政策越加严格 年初采取消萨尔瓦多 在美临时保护身份 6日又宣布要建立国家审查中心 严格审查移民和旅客 一位民主党众议员裴洛西因此为移民请命 针对童年暂缓计划的议题 在议院发表超过8小时的演说 破了百年纪录 为了保护年轻无签证移民免遭遣犯 美国民主党加州众议员裴洛西 今天针对童年入境暂缓遣犯计划 在议院发表超过8小时的演说 他从上午10点4分取得发言机会后 一路讲到晚上6点11分才结束 已经78岁的裴洛西 在这8小时7分钟内 除了喝水之外没有吃任何东西 还穿着10公分高跟鞋站一整天 最后还是书记人员传纸条告诉他 已经创下1909年以来 众院持续演说时间最长的记录 裴洛西在演说中反对参议院 近期宣布的联邦预算协议妥协方案 因为这项方案为了避免政府关门 取消支出上限的规定 却无法处理敏感的移民问题 裴洛西在演说中读出 多个受暂缓驱逐计划保护的移民证词 他表示除非众议院长莱恩保证 会就移民立法进行表决 否则他将持续反对这项方案 而国会如果在3月5号期限到达之前 没有任何作为 每天将有平均约1000名的移民 面临缔结出境的命运 新闻时事报整理报道 花莲六日深夜发生强症 市区频传出大楼坍塌 其道路军列灾情 花莲县政府更开设一级救援应变 军方也动援救灾 而昨夜更是在发生四级的地震 多数灾民更是惊慌逃窜到街道上 当地人心有余悸的感叹 这个年不好过 花莲于七日晚间 又一次发生四级强症 当地居民无不下的惊慌逃窜 当地人称这几次的地震 是花莲六十多年来最严重的地震 对地震早已见怪不怪的花莲人 这次真的是怕了 国际对于花莲强症 美国国务院表达深刻的慰问 并表示必要时愿意提供协助 加拿大政界也同样感到震惊 多位参众议员政要 纷纷向台湾代表处表达关切及慰问 加台国会友好协会会长 自由党众议员施葛洛 并在国会发言 祈祷台湾平安 日本乡民同步关心 在地震后涌入了数千则的留言 有人为了台湾祈福 有人呼吁去捐款 南新阿波宽决定捐赠日币一千万元 给花冬的灾民 期盼损坏的家园能够尽快恢复 日本政府派遣了锦销专业团队前来救援 专家携带了两部深层生命探测仪 于今天中午已抵达台北松山机场 并且直接转步花莲现场协助救灾 而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今天则表示 感谢日本政府在最快时间内的支援 首相安倍晋三也在稍早正式发布一篇信件 知信我国的总统蔡英文 并表示日本三一大地震时 日本受到老朋友台湾人们的温暖支援 台湾现在有困难 不论需要什么样的支援 日本都愿意帮忙 新闻时日报记者吴康伟整理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才在国庆资文演说中 提到多项移民政策改革目标 6号就立刻签署了总统备忘录 确定要成立国家审查中心 将严格审查入境美国的人 除了移民之外 连免签旅客都在审查对象内 白宫会和国土安全部 司法部国务院和其他情报部门合作 将会花费6个月的时间筹备 目前官方还没有详细说明审查标准 但川普总统之前就一直强调要急眼审查 只能推测海关将会更进一步探查旅客的私人讯息 包括电脑中的内容或是社交软体的对话等 还会依据使用不同语言的旅客 请懂该国语言的移民官来审查 受影响的人 扩及一般入境者和使用移民保护计划的人 另一方面川普再次提到要盖美墨高墙 表示不会放弃边境管制 他说原本是要让墨西哥出钱 墨西哥却多次否认 因此之后才向国会要180亿美元的预算 今年会增加到250亿美元 虽然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因为移民法案导致政府关门 川普却威胁说如果国会的移民法案不是他所想要的 会很乐意看到政府关门 新闻时事报整理报道 吃一顿饭得排队三小时 纽约知名的中餐厅龙山小馆 作风前卫新潮对待非议性恋者酷而友善 在美国颇复盛名 但是有四名前员工出面指控餐厅拖欠工资 并表示餐厅是种族歧视的温床 非议员工在里头遭受欺负 向主管抗议歧视行为或抱怨工作环境恶劣的员工 后来都遭到管理者报复 前员工说工作环境毒上加毒 非议前员工艾琳兰格表示 他在工作期间饱受敌意偏袒和语言暴力 餐厅韩义大厨兼老板博文 亚裔经理海姆和瓦磊迪都遭到指控 诉状中提到 有员工用浸过热油的勺子 灼烧非议员工的手臂 管理阶层歧视非议员工 以及忽略员工投诉敌意行为等 兰格是非议酷儿 他表示自己受到管理者歧视 无法升迁 还减少他的排班 指控经理海姆曾对他说 不想和兰格待在同一条黑暗小巷 等等之类的歧视言语 此外兰格原本在餐厅担任领班 2017年3月被告知取消领班职位 但11月餐厅却向外聘请另一位 不是非议的人担任新领班 当时他为此向海姆抗议歧视时 海姆生气玩起袖子大骂 你敢吗 我比你更黑 行径满视歧视与不公 另外3名前员工未受到种族歧视 但他们都声称好几次亲眼目睹 歧视非议和拉丁裔员工的行径 管理阶层不维护员工及环境 反倒更是报复控诉员工 餐厅对外打着自由派名号 实际工作环境却极为恶劣 针对前员工联名控诉 龙山小馆则透过律师发表声明强调 龙山小馆包容接纳不同文化 对于任何前任员工无凭无据的控诉 让人心痛沮丧 但不管前员工控诉的是真是假 种族歧视是严重的非法行为 龙山小馆良好的形象与名誉 也都被外界打上大大的问号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婷这里报道 经过四个月的政治僵局 德国总理梅克尔所领导的保守派阵营 终于在7号宣布 将和社会民主党再组大联合政府 这次基民盟做出了重大让步 让社民党取得财政 外交和劳工部长等要职 也使得德国多年来奉守的尊杰政策 可能将有重大改变 德国总理梅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 7号和社会民主党达成再组大联合政府协议 金明盟担任经济和国防部长职位 内政部长则由基督教社会联盟出长 而社民党预计会出任至少六项重要职位 除了外交和劳工部长之外 还有司法家庭及环境部长 最受外界关注的是 过去八年都有金明盟控制的财长职位 也将正式交给社民党 对此德国难得日报和话报都指出 金明盟长期以来才尊杰政策 引起欧元区国家不满 这次由社民党取得财长职位 意味着德国在欧元区的政策将改变 社民党党魁舒尔兹也已经公开表示 将为欧元区设立投资预算 外界则预测舒尔兹会卸下党魁出任外交部长 目前联合政府协议细节人区经过 社民党大约46万4千名党员 以游递方式投票表决 其中有许多左翼和青年党员都反对 社民党再组大联合政府 整个表决过程预估耗费数星期 新闻时事报整理报道 前华盛顿智慧财产权职业律师何瑞文 上周五因洗钱罪名遭法院判刑7年 司法部表示何瑞文从2013年3月开始 到2017年2月都在从事大型洗钱勾当 透过不同账户洗钱约210万美元 他在去年10月19号承认所有犯刑 根据美国中文网综合报道 48岁的何瑞文从2013年3月 到2017年2月期间 涉及大规模洗钱阴谋 数百万美元从何瑞文及同伙人 所持有的不同银行账户进出 其中还包括律师的信托账户 2014年7月至11月间 何瑞文的同伙人利用假冒的电子信箱寄出邮件 骗取受害人将钱转移到 由他和同伙人控制的账户 之后何瑞文再将这些钱 转到美国和海外账户 判刑备忘录指出 何瑞文是一个极度活跃的洗钱者 他小时候从台湾移民到美国 在学校成绩优秀 拥有两个法律学位 33岁就受聘全美最知名的律师事务所 之后还自己开了一家专利所 但从2013年3月到2017年2月 却从事大规模的洗钱勾当 司法部从何瑞文的公务用电邮 查获这起犯罪事件 他所洗钱的款项涉及非法偷渡 以及在非洲贩卖武器的所得 2015年移民局HSI探员设下陷阱 假扮人蛇和军火交易商 请求何瑞文协助将非法赚到的钱洗白 从2015年12月到2016年6月 何瑞文共协助四笔非法交易利得 总额超过17万5千元 在进行上述洗钱行为时 何瑞文仍是职业律师 被起诉后 何瑞文的乔治亚州和华盛顿律师执照 都被吊销 对此何瑞文的辩称律师表示 何瑞文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年终奖金 之后开始找赚外快的机会 他尝试过养蛮鱼 转卖附在银行 回收铜制品等等 但没有一样成功 何瑞文从求学到工作 一帆风顺 堪称人生胜利组 但却执法犯法 自断前程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婷 这里报道 又有台湾炸气犯在海外落网 一名台湾男子年仅25岁 却在泰国为当地诈骗集团工作 专门负责从ATM领取受害者被骗款项 泰国警方昨天在南部宋卡府 巡线将他逮捕 根据曼谷邮报报道 一名台湾男子 昨天在泰国ATM领钱时 遭警方逮捕 警方从他身上搜出现金2万泰铢 约美金635块 还有部分新台币 两张金融卡 两只手机等证据 这名台湾照片男子 名叫江君豪 年仅25岁 他告诉调查人员 他是透过朋友介绍 加入位于曼谷的客服电话照片集团 今年1月16日抵达泰国 20日被集团安排前往宋卡府 并在当地租屋居住 他被指派负责从ATM领取骗款 每领取一笔款项 就可抽取金额1.5%当作佣金 据了解 这个诈骗集团由台湾人和泰国人组成 最近成功诈骗80万泰铢 约25000多块美元 警方随后搜查江南的住处 扩大侦办 进一步逮捕其他诈骗集团成员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霆 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